高线你别怪 啊 妈呀 我怎么突然狗带了 这里是走过的路会掉马桶人送转 每一动一个距离天上就会掉下一个马桶人 被马桶人砸中和之一狗带 天上掉下个马桶人 我去 没走一步就会被马桶砸死 这也太可怕了吧 但是我们老是站着不动也不是办法呀 办法又是用 不会有很大的风险 我们需要收集十个硬包罐子 就分出一响人打开马桶人 马桶人狗带的地方会变成安全区 把我足够的安全区 我们才能拥有灵俗支店 太危险也得试试 被马桶砸死 这种感觉谁懂啊 银包罐子需要灭银行能矿 还有鸡嘴才能制作 鸡嘴只有我们银行的尖叫机式上掉落 传送舱是有啦 但是还是要升级元件 简单 只要找到空岛地形就好了 找地形不难 但是想去空岛拿 只要一一动就会被马桶人砸死 我们根本去不了空岛 不能直接走路 那我们可以游泳过去啊 只要不碰地板就行 呃 表现你这办法也不行呀 看来我们只能在这自生自灭了 不可能 我才不要呢 嘿 我知道了 不能走路 那我们可以交换坐骑啊 坐在坐骑身上不就不算走路啦 哇塞 太好了 哇 什么还是狗袋啦 没用呢 坐骑也是在走路 可恶 连坐骑也失败了 这坐骑拿捏的也太死了吧 有什么办法能够不受马桶人影响呢 我发现了 马桶人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所以只要我们挖地道从光楼底下走过去 不就能安全整个空岛啦 这马桶人都掉到地面上 砸不到我头了 不得不说 还真的是一个好办法也 不过小白妹 我们在框桶底下咋也看不见 怎么找空岛啊 看小地图啊 小地图会显示附近地形的缩裂图 头上是什么地形看也就知道啦 那么赶紧找空岛呗 到了 我们正好在空岛底下 可以暂时躲避马桶人 赶紧上去找空岛商人购买元件吧 这一下就可以去蒙眼星了 不好 没想到蒙眼星也会掉落马桶人 已经躲起了 怎么没有伤害啊 我知道了 马眼星的重力很低 所以就算被马桶人在人眼上 也不会造成什么伤害 那还会去跟什么 只要一起待在蒙眼星就不放马桶人啦 这里的马桶人虽然杂人不疼 但是他幕后反射激光啊 我去 马桶人变异啦 还会发射激光 可恶 地图则是不想让我们活呀 赶紧打开尖叫机收起鸡嘴回去吧 起来都收集齐了 合全鹰爆罐子 镜像可以召唤音响人打开马桶人的吧 等一下 等我先走出一大片区域跟我们活动 再召唤出音响人收拾马桶人 好 差不多了 出来了影响人 成功了 在安全区 终于不用担心马桶人咋脸了